第三届市议员宣誓就职之后 随即进行正副议长选举 包括蓝绿两党还有时代力量 这次都有推出自己的人选 并且强调不可以跑票 而最后的开票结果 正副议长是由国民党提名的许坤源 和陆鼠美顺利拿下 新任市长韩国瑜也前往议会 向两人道贺之意 第三届高雄市议会正副议长选举登场 国民党提名许坤源和陆鼠美搭配角逐 至于民进党则协调推派李乔如和陈慧文参选 时代力量也不缺席 两位新科议员林于凯和黄杰要票投自己 他们都想要拉票没错 但是我们就是已经很确定我们的立场 就是正副议长会投自己 那也不去参与到地方派系的混战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表态过 针对正副议长的部分我们只会投自己 因为我们不希望再介入地方的派系的斗争 也不希望再介入过去为了选议长 让整个议会是乌烟瘴气 66位市议员依序投票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因为地制法的修正 采取记名投票 因此开票结果一如外界预料 由国民党提名的许坤源和陆鼠美 已获得38票过半数的支持 拿下正副议长宝座过程顺利 赛文德投许坤源一票 康玉成投李桥五票 李桥五票 许坤源议员得票已达出席总数之过半数 依据地方制度法第45条规定 当选为高雄市议会第三届议长 请大家热烈鼓掌位许坤源议长祝贺 我们66式议员已经顺利动算了 也希望议会有议员的接触 市長有经济的结议 高雄市议会接受全体人民的丁重 跟高雄市议会共同打拼都在 第三届市议会正副议长出炉后 随即进行新就任议长交接 新任市长韩国瑜也前往道贺 并且以贵宾的身份管理 相较于国民党团的热络 民进党团议员则自行合影留念 前议长康玉成对于政党轮替结果 表示不会赶伤 反而会再接再厉 更期许新议会能继续向前 为高雄市民把关谋福利 我相信过去四年 我们所打造出来的成绩 每年都看到希望未来的议会 能够在新的城市议长的领导之下 继续做一个优质的议会 告诉大家口头讲出来就是要负责 所以我们会从他所提的 爱情摩天轮 迪士尼 赛马场的部分 甚至去南海挖石油 我们会来监督他所讲的每一句话 议长许昆源重新掌舵高雄市议会 夫人和女儿特别献花祝贺 和市长韩国瑜接受媒体联访时 则重申将各司其辙 为高雄拼经济为人民谋福利 议会有监督的功能 各尽本分 当当市政府有做得比较不贵 该执行该监督还是会监督 高雄市政府我们在未来一定愿意 诚心诚意接受议会的监督 指导 以及各种可能的配合 市政府跟市议会像两个拳头 像一只小鸟的两只翅膀 有的时候密不可分 我们真的希望市政府跟议会 能够联手起来 在好的政策 好的人才 好的预算执行 以及好的方法上 能够一条心 全力帮高雄打拼 高雄市九合一选举后 政党再度轮替 补会新龙头和人事新局 在宣誓就职典礼后 新会期即将正式展开 未来将如何呈现新人新气象 带领高雄继续前进 备受各界关心 港督新闻李正道黄兰军 采访报导